讲到记录第十九篇《圣灵的工作与的圣灵浇灌》的益处,讲时,1935年11月19日下午三时讲地,全周圣灵的工作圣经新旧约理给我们看见,圣灵的工作只有三重,第一,叫人得生命,第二,住在人里面做生命,第三,降在人身上做能力,这三者包括圣灵一切的工作。 圣灵的工作,第一,就是赐生命,第二是住在人里面做人的生命,第三就是降在人身上给人能力,这三种乃是圣经说到圣灵工作的一切方面,旧约里只有第一重和第三重,没有第二重,在旧约里没有圣灵住在人里面的事,新约和旧约的不同,乃在于圣灵住在人里面。 旧约里有的生命的事,如大卫就是一个得生命的人,在旧约里,圣灵除了有低重的工作之外,也有圣灵浇灌的事,但只有在小部分的人身上,例如圣灵降在建造会幕的亚和利亚伯和比萨列身上,使他们有智慧,能做戏工,建造会幕。 初三一章一到十一,摩西也有灵匠在他身上,并且摩西把灵分给七十个长老,明十一,此外,还有许多先知也有神的灵匠在他们身上,神的灵匠在先知身上乃是稀罕的事。 许多人做先知的门徒,如以丽莎有许多门徒,但他们没有灵匠在他们身上,先知里合起来算得数的,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的很少。 诗诗记有记载人得着灵的事,这些人能做平常人所不能做的事,但人数也很少。 参诗三十、六三十四、十一二十九、十三二十五,旧约里只有诗诗记六章三十四节一处,好像说到圣灵住在人里面,这是例外。 其实这节圣经的原文并不是说圣灵住在人里面,乃是说耶和华的灵穿着诗基点。 基点好像衣服,圣灵在里面穿着它。 此外,旧约其余的地方没有提过圣灵住在人里面。 到了新约,当主活在世上时,也有圣灵降在人身上的事,如玛利亚、撒加利亚、失禁者约翰以及主自己。 但那时圣灵还没有住在人里面,也尚未做人的生命。 乃是到了约翰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,圣灵才有新的工作。 请注意十七节末句要在,不是已经在,这乃是完全新的事,乃是住在人里面,永远与人同在。 这不像旧约,圣灵只有第一重和第三重工作。 在此,圣灵才起手有一个新的工作,它不止降在人身上,或叫人的生命更要住在人里面。 主在生天之前给门徒两个大应许,第一个应许在未死之前,第二个应许在临生天之前。 头一个应许是,圣灵要住在人的心里。 约十四十七,第二个应许是,圣灵要浇灌在人身上。 图一八,这样圣灵就有了三种工作。 你因为是中国人,所以不知道这世的宝贝。 如果你是犹太人,你就知道在圣经里,住在里面这几次乃是极稀奇的。 亚伯拉罕,以撒,雅各,大魏,所罗门,耶利弥等,都没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。 旧约只说,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,只有创世纪六章三节用过,在里面这样的说法。 但那结缘文乃是说,我的灵就永不与它相争。 这不是说圣灵住在创世纪六章所记的人里面, 乃是说,圣灵不与它们相争,使它们难过。 旧约说到圣灵都用在身上,而新约说到圣灵,乃是说在里面, 这是太稀奇的应许,就是圣灵住在人的身体里面。 道成肉身乃是一件奇妙的事,这是在主身上的。 后来,在我们信徒身上,乃是灵变成肉身。 这是更奇妙的事了。 圣灵从何时起,住在人里面。 在约翰十四章十七节主说,圣灵要在门徒里面。 这乃是主在钉十字架之前说的。 到了约翰二十章二十二节,主就向门徒们吹了一口圣气, 说,你们受圣灵。 这是主复活之后的事。 主复活之后,圣灵来了,门徒接受主的吹气。 圣灵乃是主的生命之气。 如同神造亚当尘土的肉身后,将生命之气吹进他的鼻孔里,亚当就成了活的魂。 创二七,今天我们也是这样,主将圣灵这生命之气吹在我们里面。 如果没有神这样吹气在人里面,人就是死的。 如果没有主这样吹气在教会里,教会也是死的。 这是圣灵工作的第二面。 我们知道了圣灵工作的历史,这样我们才知道今天的经验是怎么回事。 圣灵内住在门徒里面的应许,乃是在主复活那天的着了应验。 主复活四十天以后,又应许门徒要得着圣灵的能力。 到了五旬节,主这应许就得着应验了。 这两个相比,那个好呢? 在旧约里,圣灵的浇灌乃是某些人特有的权利,如祭司、先知、士师等等,或许全以色列国只有一人,或者君王,或者特别人物,才有这等福分,其余所有的人都要到他那里听他说话。 在旧约历史上,这样的人或者数十年,或者数百年,才只有一个,这是稀罕的事。 但今天在新约里,各个人都要有,也都能有这样的经历。 这个应许是非常特别的,今天你我都能得着,这是主特别的恩待。 何等的可乐,我们都能得着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。 主耶稣生天以前主妇门徒,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所应许的。 路二四四十九,那时门徒已经有了内住的生命,他们听了主的话,就在那里祷告等候。 十天之后,五旬节到了,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。 图二四,每一个独行传二章的人都知道这又是说到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,这是在外面的。 路加福音也说到圣灵在人身上外面的工作,不是说到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。 从约翰福音,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,我们就能知道,圣灵的工作有二条路线, 一是在人里面的工作,一是在人外面的工作。 圣灵的内住与浇灌的分别圣灵,在人里面乃是围着生命,圣灵在人外面乃是围着能力。 这两种工作,我们如果不分别清楚,就不知道旧约和新约里圣灵工作的不同。 圣灵内住在人里面的应许,乃是基督在新约时,在他死之前所应许的。 圣灵这一面的工作,与主的死有关,这应许在主父活时的这应验。 圣灵住在人里面工作的结果,乃是围着信徒的生命,并围着信徒的生活,好产生圣灵的果子,如圣洁、公义、忍耐、喜乐等。 圣灵将在人身上的应许,乃是附在旧约时所应许的,主将生天前再次建立了这应许。 圣灵这一面的工作,与主的生天有关,这应许在主生天被高举时的这应验。 圣灵将在人身上工作的结果,乃是围着信徒的能力,并围着信徒的见证,使他们披上主为能力,产生圣灵的恩赐,有能力为神做工,完成神的旨意。 我们读心就约圣经时,必须把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,与在人外面的工作分别清楚。 这样,我们就能知道,圣经里许多说到圣灵工作的地方并没有冲突,否则就会有许多冲突。 例如,按照圣经,每个重生的人都有圣灵住在里面,有信徒都能得着圣灵浇灌。 一是说一定,一是说能人信主,圣灵就一定住在这人里面,另一面他能得着圣灵的浇灌。 你若把这样的字眼分别清楚,你就知道有何等奇妙的事发生。 我举一个例子,有一天在撒玛利亚的人信主受尽,圣经不是说,圣灵的内住和降在身上两者,他们都有。 《星传八章》的记载乃是说,这班人虽然信主受尽了,但未受圣灵,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。 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彼得和约翰来按手在他们身上,叫他们受圣灵。 你若不分别圣灵的内住与降在身上的不同,你对撒玛利亚人信而受尽却未受圣灵的事,就很难解释。 你对罗马八章、约翼四章、灵前六章就不知如何解释。 这些地方都说道,人一信主,就有圣灵住在他里面。 其实撒玛利亚人并不是缺少住在人里面的圣灵,乃是缺少降在人身上的圣灵。 圣灵在人里外两面的工作,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,乃是围着生命和生活,使我们能接圣灵的果子。 圣灵在人外面的工作,乃是围着见证和工作,使我们能有属灵的恩赐。 如果一个人里面满有圣灵,再加上外面也有圣灵降在他身上,这样他就有大能力为主做工。 如果里面不充满圣灵,只在外面的这圣灵浇灌,这样不但没有益处,反而有害,因为人会产生骄傲。 人如果没有过得圣的观,即使得这外面圣灵的浇灌,过几个月或者过几年,别人仍会看得出来。 我们必须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这两面的工作。 圣灵乃是为基督做见证,圣灵不是为自己做见证,乃是为基督做见证。 约十五二十六,当你看见十字架的旧书时,有人教你,求圣灵帮助你相信,这乃是要引你看基督。 当我们说到圣灵在人里面做工时,并没有提起圣灵本身,乃是提到圣灵如何为基督做见证。 这几天,我们讲的圣的生命,也没有提起圣灵,乃是提到主已经复活,做我们的生命。 圣灵的工作乃是直接连于基督的,人看献基督的作为,就得着圣灵的工作。 人看见主的死,就得着圣灵的重生,人看见主的复活,就得着圣灵做生命。 今天人看见生天的基督,坐在宝座上的主,就得着圣灵的浇灌。 不但圣灵的浇灌是围着见证基督,就是圣灵的内住也是围着见证基督。 一面,圣灵在我们里面,使我们的圣,另一面圣灵在我们里面,见证主做我们的一切。 圣灵在我们里面,我们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。 加五,这果子就是整个的基督。 神给你的并不是零碎之圣灵的果子,比方一点爱,一点喜乐,或一点忍耐的,神乃是把整个基督给你。 加拉太五章二十二节的果子只有一个,在原文里果子乃是单数的,好像杆子里有九阳,九阳合起来只是一个果子。 所以,你如果有圣灵的果子,就全有,并不是有爱,却没有喜乐,或者有喜乐,却没有忍耐。 神乃是批发的,他不灵脉,他只把基督给你。 如果你有爱,却没有喜乐,这证明那是你自己的果子,不是圣灵的果子。 圣经里有三章特别论到圣灵,就是临前十二至十四章。 临前十二与十四章说道圣灵浇灌,是论到在外面的圣灵,十三章说道爱,是论到在里面的圣灵。 我们用爱来代替加拉太五章圣灵的果子,你就知道临前十三章乃是里面圣灵的事。 圣灵所结的果子,头一项乃是爱,如果没有爱,喜乐,和平,忍耐等等,就算不得什么。 保罗要信徒寻求爱,因为有了爱,以上所说的一切也有了。 里面的圣灵比外面的圣灵更重要,外面的圣灵与里面的圣灵段不能相比较。 圣灵浇灌与圣灵内住二者比较,还不如得圣的生命。 圣灵浇灌病不比圣灵的内住或得圣的生命更要紧。 神恩待我,使我做执事,乃是围着得圣的生命,并不是围着圣灵的浇灌。 但我也说到关于圣灵浇灌的事,里面的圣灵,再加上外面圣灵的浇灌,乃是不得了的事。 但外面圣灵的浇灌,减去里面的圣灵,也是不得了的事,不过是另外一头的不得了。 里外都有,乃是罪上的。有了里面的圣灵,就可以寻求外面的圣灵。 但如果没有里面的圣灵,就是暂时把外面圣灵的事放在一边,也无妨。 在旧约里,祭司用血涂抹求洁净之人的幼儿及幼儿手足的拇指后,借着也用油如此涂抹。 历十四,必须先涂血,然后才抹油。这意思是,必须先有十字架做工在你的耳,手足上,然后你才能集圣灵行路做工。 十字架乃是来除去你的脊,圣灵乃是来代替你活。 血抹在耳,手足上,意思是血抹杀你,把你挪去,然后圣灵来代替你,做你的耳,手足。 先有得胜的生活,然后才有圣灵浇灌的事。 接受主血的涂抹,就表示与主同死。 另一面,主的生命乃是油的工作。 今天我们盼望油浇在头上,但如果血还没有做工,油浇在你头上,就会使你骄傲。 哥林多的圣徒有外面的圣灵,没有里面圣灵的充满,乃是属肉体的信徒。 得着外面圣灵浇灌的人很多,但许多人里面没有充满生命。 这样的人,生命没有改变,生活是糊涂的,与世人没有分别。 外面圣灵的浇灌与里面的生命不发生关系。 一个极有恩赐的人,可能里面没有的圣的生命。 人的生命是不洁的,外面圣灵的浇灌,并不能使你里面圣洁。 但如果你里面有生命,再加上外面圣灵的浇灌,你就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 新约里各教会中,没有比哥林多教会更不好的了。 虽然如此,保罗没有因他们里面道德不好,而抹杀圣灵浇灌的事。 保罗没有说,圣灵浇灌在聚会中也不好,他乃是说,因着外面的恩赐乱了,就需要有安排。 虽然他们安排不好,但保罗没有说,这样的情形乃是邪灵。 他只告诉哥林多人应如何安排,我们必须抱同样的态度。 若有弟兄或姊妹有反常的态度和表现,就需要有安排或试验,不能因态度反常,就以为是不对的。 这就如人到我房间,看见衣物混乱,不能因此说,我的箱子不是箱子,衣物不是衣物。 他只能说衣物,摆之不整齐,乱是一回事,安排好就是了。 所以保罗只是把一切安排好而已,比如他说到蒋方言时的秩序,他说,若没有翻译,就不必讲。 林前十四二十八,做先知讲道的,应一个一个来做。 做先知说话的人如果太多,就乱了,所以他说,先知讲话,只要二三个人。 蒋方言也是二三人,超过这数目,就不要讲了。 二十九,林前十四章乃是安排,就是说道,当外面的这圣灵浇灌以后要如何安排,今后我们必须常常注意林前十四章,凡被人称为某地教会的,都必须注意圣灵浇灌在实行上的是,我们一面要学习爱,一面也要求属灵的恩赐,这样我们就有平衡的生命。 圣灵浇灌的益处,圣灵浇灌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益处?既然里面的圣灵更要紧,为什么外面圣灵的浇灌也需要? 我们要知道,那些认识里面有位格的圣灵,并且有圣洁的生活的人,如果逮着圣灵的浇灌,就能将里面的圣洁分给人。 我知道有许多人,里面有许多的好东西,他自己也知道,但要他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供应人,他就不能。 虽然人佩服他,敬仰他,但人不能从他逮着什么帮助,这样的人就是缺少圣灵的浇灌。 现在我们来看,到底的这圣灵的浇灌有什么实际的益处? 一有交通的能力,得着圣灵的浇灌,首先使你有交通的能力,使你能将自己里头的东西通到别人里面。 人在神面前,里面有所得着,但没有能力分给人,这样的人依得着圣灵的浇灌之后,就能把里面的东西分出去。 因为他现在有了外力,替他送出里面的东西。 里面有圣灵的人,好像发电厂,厂里很有亮光,但全城却是暗的,这就必须用电线连接发电厂与城市,才能把光通到城里。 厂里如果没有东西,就一点用都没有,但里面有东西,却没有电线,也是没有用。 通电线就是圣灵浇灌的用处,但许多人电线很多, 晚上缺点蜡烛,里面没有东西,却想通给人,就没有一点用处。 所以,我们乃是必须里外都有,你自己真过的圣灵观,里面就有东西,也就可以追求圣灵浇灌,使你有能力分给人。 二有胆量,有些人里面好,但是胆子小,他们作件证实,必须在底下决定了好几次,才敢站起来发言。 有些人信是信了,但要他分发单,他就惧怕。 今天在这里还有上位的圣灵浇灌的人,我不问你要不要得圣灵浇灌,或怕不怕的圣灵浇灌。 我只问你能不能像那些已经的这圣灵浇灌的弟兄那样,你也许有东西,但你怕,别人也许没有东西,但他不怕,这是你所没有的。 我不鼓励的圣灵浇灌的人乱作,但第一次得这圣灵浇灌的人,必须大大做见证,因为有了胆量。 已经得这圣灵浇灌的弟兄姊妹,可以分为两类,一类仍然会怕,面皮薄,另一类不怕,面皮厚。 我得这圣灵浇灌前,有时跟着一个福音朋友被厚一两里,不敢开口,向他做见证。 在火车上,读经祷告有力量,但分传单需用典礼。 我得这圣灵浇灌以后,连依着好坏都不管了,大大放胆,这不但是面皮厚,乃是面皮没有了。 三,没有自觉,自觉对基督徒乃是最不好的。 一个自觉的人会注意自己衣着的好坏,别人的反应如何等。 别人请他吃东西,他就不能释放的对人讲福音,与新人没有话讲,必须先预备许多才能讲等等。 这些情形就是因为一直感觉到自己,或者一个人在房间里能祷告,在公众场合就不能像在房间那样祷告,在公众面前就改换腔调。 话语,态度,或者怕人见怪等,这些都是自觉中的缘故。 这样的人灵是有的,但受魂的包围不能做一个自由的人。 有一次在一弟兄家中客厅有聚会,后来圣灵浇灌下来,众人都得释放自由。 这种自由不是放肆,乃是灵中释放。 有时在聚会中,人太过谨慎,一谨慎,就没有人敢说话。 罗伯斯一生救了最多的灵魂。 许多人都见证说,世上只有他这一个人没有自觉。 他要笑就笑,要看别人,则看别人。 没有自觉的人,才能为神做工。 我们要脱离自觉,只有借着圣灵浇灌。 唯有的这圣灵浇灌的人,才能脱离自觉。 四能改变空气,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,能改变空气。 有些人进到一个房间的时候,房间原来是静的,变成吵闹的,原来房间是吵闹的,变成安静的,本来人人无话的,变成多话的。 这样的人就是能改变空气的人。 我们的失败是,不能将一种空气带到属灵的空气里。 别人做什么,你都随着它,你不能影响它,反而受它影响。 但那得着圣灵浇灌的人,别人能随着它的空气转。 我们每个信徒,如果能得着圣灵浇灌,就能这样改变空气。 无有做工的能力,得着圣灵的浇灌,就能求属灵的恩赐。 但我们在这里不说属灵的恩赐,只说做工的能力。 没有得着圣灵浇灌的人,没有做工的能力,得着圣灵浇灌的人,就大有能力, 能为神做工。 这是太大的分别。 我们要做工有能力,就必须得着圣灵的浇灌。 问答问圣灵住在人里面能被人看见,像圣灵降在人身上能被人看见吗? 答,你相信主的时候,圣灵就住在你里面。 这件事你自己知道,别人不知道。 圣灵住在人里面乃是神的事,人不能看见,但圣灵降在人身上的事,人能够看见。 问,行传八章有没有说圣灵住在人里面? 答,没有,只有说到圣灵降在人身上的事。 问,行传十九章记载以弗所圣徒十二人受约翰的剑,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。 保罗到了那里,就问他们,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? 他们说,没有,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。 这样,他们会沉沦魔。 答,神学生会回答说,会沉沦,因为他们未曾听见,也未曾受圣灵,所以他们是失丧的人。 我说,他们是得救的人,不会沉沦。 也许你要问说,没有圣灵的人怎能得救,这般人已经有了信心。 保罗只是指明他们受的禁不对,那是约翰所行悔改的禁,他们当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。 因此,他们未受圣灵。 保罗并没有向他们提起信心的问题。 换句话说,他们的信心不成问题。 这里的以弗所人只缺少圣灵的浇灌,他们并不缺少罗马八章之内住的灵。 不但如此,使徒经传认为这十二人是门徒,当时信徒就是门徒,门徒就是信徒,就是得救的人。 他们所没有的乃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,他们不是缺少圣灵住在他们里面。 比方,你我在十数年前一信,就有圣灵住在里面。 后来才知道有方言、预言等事,也就知道有圣灵降在身上这一回事。 但圣灵住在人里面不必用方言、预言等为证据。 你不能因为没有圣灵降在人身上的凭据,就说人没有圣灵。 圣灵在人里面,乃是在人相信接受主的时候,就有了。 平阳弟兄问,分别圣灵里外的工作有何重要之处? 答,有里面的圣灵,没有外面的圣灵的人,别人不容易把他们分别出来。 有外面的圣灵,缺少里面的圣灵的人容易分辨。 例如,有一位弟兄与我握手以后,就问我说,你救了多少人? 我在某某地方救了多少多少人? 我能救人,你不必劝我什么。 这是夸几的话。 这样的话,乃是出自一个外面有圣灵浇灌,里面却少有圣灵之人的口。 所以,我们要看重圣灵在里面的工作,过于圣灵在外面的工作。 父,重圣与充满的分别,一重圣是为的旧问题,充满是为得圣的问题。 二重圣是为生命的问题,充满是为生活的问题。 三重圣时的着称义,充满时得着成圣。 四重圣是圣灵在救亚当生命之外,另次一新生命。 充满是圣灵充满了其人,而栽培其所以得的新生命。 五重圣是圣灵因十字架的带死而做的功夫,充满是圣灵充满人的灵,而做出十字架所有的意义。 六重圣是生命的开端,充满是生命的成熟。 二重圣是环色。充满是有开端,充满是远。 充满是维里面。 充满是花。充满。充满是用的小三重圣。 充满它充满是产力。充满是双满。充满是插道的。